同部门女友出轨公司高层,我不仅被戴了绿帽,还被对方打伤,晚上睡觉的时候,我受伤的皮肤伤口,被一只异化的苍蝇冰了一口,第二天醒来,我发现我变成了超级苍蝇人,我不仅能控制自己的身体,变成超级苍蝇,还能控制地球上所有的苍蝇,我,成了地球苍蝇之王。 我要让那对狗男女,见识一下我现在的手段,正在临时出差的我,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彩信,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一张照片,看到照片的我,肺几乎都要气炸了,照片上是一男一女在地下停车场,亲密相拥而行的画面。 旁边还被人披上了历经大酒店608房几个字,虽然照片,拍摄距离和角度都不好,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照片上的狗男女,男的是我所在公司的副总胡林,而那个女的便是我的女友李婷婷,想不到他们二人居然勾搭到了一起,还趁我出差之际秘密私会,李婷婷是几个月前才来我们公司的。 当时公司招了三个实习生,两女一男,因为我是业务骨干,所以公司将他们三人都安排给我带,三人都知道,公司只有一个正式名额,所以,他们三人最后只会留下一个。 正因为如此,他们除了跟着我认真学习业务技能之外,私底下都在较着劲,三个人都没有特殊的背景。 所以,最终谁能留下,我有很大的决定权,尽管公司有一套严格的新人考核标准,但同时也会照顾部门主管的意见,毕竟,后面用人的还是主管,三个人的学历都差不多,都是名校毕业。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最低入门门槛,但性格和形式风格上却差异很大,张力之前是他所在学校的学生会主席,因此,看上去很有领导的派头,他不仅眼神孤傲。 高冷,还有点目空一切的感觉,只是因为目前的环境和他所处的位置,他才尽量压抑着自己,不过不得不承认,他的能力是真的很强,基本上业务知识一点就通,甚至自己还能举一反三,提出有价值的建议。 如果他不是锋芒态路,我应该会选他进我们部门,但我综合权衡利弊之后,还是打算放弃他。 张力加入我们部门,也许一时半会会给我们部门的业绩带来提升,但从长远看,他会对我不利。 首先,这种人很难驯服,其次,他野心太大,就这两点,就已经对我构成威胁了。 我自然不会选他,陈虎作为三个人里面唯一的男生,业务能力勉强还行,其实我当时打算选他留下来的,因为他性格上不那么强势,对我的尊重也是发自内心的,这样的人,相对来说会比较忠诚。 李婷婷是最不被我看好的一个,她不仅业务能力,在三个人里面最弱,还颇有心机,我当时其实并不喜欢她,甚至有点反感,但令我想不到的是,我却最终被她给捕获了。 那个时候,我刚好单身。 周末没事,我就喜欢去泡吧,假如在酒吧有缘狱上落单的和我一样孤寂的少女,那么我也许就能获得一段短暂的爱情。 这天,我依旧一个人在酒吧喝着酒,可惜喝到快凌晨的时候,依旧没遇到一个让我满意的异性,扫兴的我,最后要了一杯烈性鸡尾酒,打算以此压制身体的新活。 我一口干掉烈酒之后,打算回家睡觉,于是我打开叫车软件,发现等待排队叫车的人比较多,这边酒吧一条街附近夜生活相当丰富,因此人也很多,遇上周末这个点,确实难叫网约车。 不过我知道,酒吧街外面有个路口,有个家驾就能走的出租车停靠点,我亮亮呛呛从酒吧门口出来,打算朝那个出租车停靠点走去,可我刚走几步,就有人从我身后搀扶住了我,原经理,这要巧啊。 声音有些熟悉,我转头一看,发现居然是李婷婷,尽管我有些醉了,但我头脑还是清醒的,我觉得,李婷婷肯定是刻意在这里等我,她一定是从公司其他人那里打听到了我喜欢泡巴的习惯,所以专门跑来这里等着我,这一点,从她清凉的穿着上就能看出。 和平时李婷婷在公司穿正装不同,此时的她,穿着一件充分展现事业线的紧身吊带短裙,腿上是薄透的黑丝和高跟鞋,扎女大波浪和烈焰红唇,在晚风中异常惹眼。 本就有三分星火与七分九亿的我,一时看得有些意乱情迷,但这个时候,我的理性还是占了上风,经验告诉我,主动贴上来的异性一定要多加小心。 这个年头,女人多的是,我花两千六百九十九,就能在会所找到更好的,没必要让自己惹一身骚。 因此,我赶忙到了生线,说句我没事之后,就要挣脱李婷婷的手,独自离开,但李婷婷好似打定了主意要粘住我一般,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,就是不肯松手,还假意对我嘘寒问暖。 冤经理,您住啊,要不我打车送您回去吧。 不用了,我自己可以的。 我再次明确拒绝了李婷婷,可李婷婷那里肯放手,相反,她非但不放手,还使劲将我的胳膊搂进了怀里,我的手臂明显感觉到一团柔软,这使我不免一阵心潮荡漾,我知道,我再不赶紧把它支开。 我很可能就要沦陷了,我一边晃动身体,一边用力想抽出被李婷婷紧抱的手臂,李婷婷健壮,好似故意脚下一崴,扑倒在我怀里,我出于本能地将它抱住,无意间却闻到了它身上淡淡的香水味,就是这个熟悉的香味,让我彻底不能自持了。 我之所以说熟悉,是因为,这个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,是我之前易南平的初恋女友,很喜欢的一款香水。 可惜那个时候的我,刚步入社会不久,一无所有。 而她最终在公务员父母的压力下,不得不离开我,回到了户籍地。 去了由她父母安排的,他们家当地一家不错的企业上班,可能是怀恋吧,也可能是不甘吧。 总之身身易南平的我,心中居然起了一丝邪念,既然你主动贴上来,那我就照收不误了,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顺理成章了。 我带着李婷婷打车去了我家,到我家后,李婷婷居然出乎我意料的主动,本就有心火和酒意的我,哪里还经得住她的聊拨。 我把李婷婷按在客厅的沙发声,掀起她的短裙,不顾一切地撕扯她的丝袜,我心头本就有几分易难平的怒气,想要发泄。 所以我故意不采取安全措施,没想到李婷婷居然没有阻止,反而很卖力地配合我,我没想到她技术那么好,要不是我看过她的985学校的毕业证原件, 我肯定以为她是2699技师学校毕业的69号甜心,那一晚,直到我精疲力尽之后,我才饶了李婷婷,我知道李婷婷的企图和想法。 在她留在公司这件事情上,我假公祭司一回也无所谓,之后我们又撕会了好几次,李婷婷每次都极力配合,让我相当满意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自从和李婷婷有过之后,和别人在一起,我都感觉失之乏味,可能是李婷婷太会了的缘故吧,又或许是易南平的病态心理作用作祟, 总之,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,我竟然有些离不开李婷婷了,之后,我跟李婷婷摊牌,我让她做我的女朋友,作为交换,我除了许诺保证让她顺利留在公司, 还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给予她资源上的倾斜,干业务的都知道,资源就意味着金钱,李婷婷自然不会拒绝我的条件,不过公司有规定,内部员工不能谈恋爱,所以。 我和李婷婷只能保持地下恋情,在我私底下开小灶后,李婷婷顺利通过了公司考核,加上我倾向性的推荐,李婷婷最终顺利留在了公司之后的一段时间,我们如交似妻,很是恩爱, 但我万万没想到,李婷婷居居然短短几个月时间,被着我和分公司副总勾搭上了,这个不择手段的见货是可忍,殊不可忍,我当即打了一个出租车,从临时往丽京大酒店赶去,大家可能会好奇,那张照片是谁发给我的,其实我也不知道,不过我们这种兴致和规模的企业, 竞争对手个个都不是吃素的,都说商场如战场,这话一点都不假,除了不真刀真枪直接开干,背地里什么事干不出来,有时候为了挖人抢项目偷技术,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,我和胡林都是分公司的业务骨干,挑拨了我们之间的关系,谁受益想想就能猜到,其实按理婷婷那个浪尽, 他出轨,我一点都不意外,本来我也没把他正儿八经当做女朋友,可他跟谁勾搭不好,偏偏选胡林,胡林这个狗东西,和我一直不对付,当年我和胡林是同一批进的公司, 我们两个业务能力都很突出,为了业绩,为了职位,我们两人也明争暗斗了很多年,只可惜我命还是差了那么一点,我在和他的分公司副总竞选了落败,当时我就提出了辞职,后来是分公司老总亲自找我谈话,在各方面给予了我一定的权限之后,我才勉强留了下来, 虽然后来胡林和我之间进水不犯河水,但我心里的气却并没有因此打消,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了照片之后会如此生气,这一次,我就算豁出去了前途,我也要跟胡林这个狗东西斗到底。 两个小时后,我来到历经大酒店,站在608房间门口,我又仔细想了一遍,我要这次真闹起来,恐怕事情很难简单收场,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, 我把手机开了录音功能后,放进口袋,随后我敲了敲房门,压住侯杰朝房间说道,你好,客房服务员,这一招果然管用,不一会,门就开了,开门的正是胡林,胡林见了我,显然正了一下,我趁他发愣之际,一把推开房门,冲进了房间。 果然,李婷婷光着身子躺在床上,李婷婷见了我,也相当吃惊,我走过去,狠狠抽了李婷婷一个大嘴巴。 这个时候,胡林赶了过来,他一把扯住我道,袁杜,你想干嘛? 想干嘛?老子想曹你妈? 说完,我转身就朝胡林那肉胖脸上挥了一拳,胡林被这我一记重拳给打蒙了,我趁势冲过去,对胡林拳打脚踢起来,以我的体格,打胡林这个矮胖子可以说是绰绰有余。 但我没想到,李婷婷居然会帮胡胖子,见我将胡胖子打得没有还手之力,心前还在观战的李婷婷迅速穿上衣服,从床上跳了下来。 李婷婷从我背后紧紧保住我,让我住手,见我双手一时被李婷婷从后面钳住。 胡胖子赶忙从地上爬起来,对师,我的眼睛就是一拳,我忍着剧痛,准备还手,可李婷婷却依旧牢牢地保住我,我见双手无法还击,于是抬脚就往胡胖子身上踹去。 结果,由于被李婷婷抱住重心不稳,我连同李婷婷一起摔倒在房间的地毯上,胡胖子抓住我摔倒的机会,跑过来坐在我的身上。 双手对师,我的脑袋就是一阵乱锤,人一旦出于劣势,就很难再翻身,况且胡胖子还有李婷婷这个帮手,我只能任由胡胖子肆意打我。 最后,还是听到吵闹的客房服务员喊来,保安将我们分开。 我和胡胖子两人伤得都不轻,但当客服经理询问我们是否要报警时,我们都表示了反对,胡胖子知道李婷婷是我的女人后,却没有表现出一丝歉意。 我看着胡胖子牵着李婷婷的手离开后,我才感觉,这一假,打亏了。 我独自回到家,自己简单处理了伤口,我的眼角,嘴角都破了不小的口子,算是破响了。 我跟公司请了假,想让自己冷静冷静,躺在床上的我,却越想越气。 直到天快亮时,我才勉强睡去。 睡梦中,我听到一阵烦躁的嗡嗡声,在我脑袋四周不停响着。 我本能地挥了一下手,可嗡嗡声并没有停,按理说我家在十九楼是不应该有苍蝇的,今天这是邪门了。 突然,我感觉苍蝇落在了我的嘴角上,又气又烦的我,也顾不了那么多了,伸开手掌,用力往嘴角感觉有苍蝇的地方拍了下去。 结果我被自己这不知轻重的一巴掌给拍疼了,本来我嘴角就破皮受伤了,这一长下去,更疼了,好在那个可恶的苍蝇总算是被我拍死了。 只是苍蝇被我拍扁后挤压出来的内脏,让我感到一阵恶心,换作以前,我肯定起来洗手消毒,但现在,我没那个心情,李婷婷和胡胖子就像两只恶心的苍蝇,让我反胃响吐,之后我又迷迷糊糊继续睡了过去。 结果第二天我醒来,发现了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,我发现,我居然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绿头苍蝇,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神经错乱了,但后来,我确定自己的的确确是变成了一只苍蝇,因为我发现,我真的能飞,当我六脚朝天地爬在天花板上的时候,我竟然内心有一阵小激动。 我从没从这个视角看过世界,然而,更令我激动的事情还在后面,慢慢地,我发现我不光能变成苍蝇,居然还有超能力,我能在苍蝇和人之间自由切换,并且任意改变大小。 即便我变成了一只苍蝇,我仍具有我作为人时的一切记忆和智力,我将自己变成一只正常大小的苍蝇。 然后来到我家十九楼窗边,我振翅一跃,向窗外飞了去,起初我对飞行还有些陌生,但很快,我便掌握了技巧,我以苍蝇的视角重新打亮着这个世界。 这时,我在空中发现离我家不远的一处山头。 好像有些异常,那里似乎被警察和军方封控了,而且有穿着防化服的人在搜寻着什么。 我们这边附近海边有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,因此,偶尔会有火箭残骸掉落。 之前我就听闻有东西掉在了那个山头,当时我和所有人一样,也以为只是普通的火箭残骸, 但从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来分析,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,我打算飞下去一探究竟,换作以前,这种封控区域外人是无法靠近的。 但现在,我是一只小苍蝇,我飞过去凑个热闹,法律管不着我。 当我降落在一辆军用猛士车车顶上,静听了一位上校和一位专家的谈话之后,我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我变成苍蝇,和这里前两天发生的事情有关,两天前,一架不明飞行器在这边山头降落, 所谓不明飞行器,一般指的是UFO,也就是来自外太空的飞行器。 从现场的痕迹看,那架不明飞行器似乎出了故障,因为刚才那个专家提到,这里的辐射剂量严重超过正常值,甚至在一个半径两米的核心区域。 那里的辐射剂量达到了惊人的11MSV,正常辐射剂量大于4000MSV,人体就会受到辐射的威胁,11简直就是核弹级别了。 只是让专家匪处所思的是,尽管那里的辐射剂量相当大,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禁锢住了,不会向外传播,只有外星科技才能做到。 专家推测道,而且从现场痕迹看,符合有不明飞行器降落的特征。 听到这里,我似乎已经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,应该是有一艘外星飞船在这里发生了核泄漏。 但似乎并不严重,外星人绣好飞船后便离开了,离开前的外星人用他们的科技封进了核泄漏区域的辐射,可能当时刚好有只苍蝇沾上了那个辐射, 结果那只苍蝇又飞到我家盯我,我把那只苍蝇拍死后,它身体里的辐射通过我的伤口转移到了我的体内,以至于引起了我的变异。 我这才明白,我的超能力竟然来自于外星力量,就在我趴在车顶静听的同时,陆续有几只苍蝇向我飞了过来。 我警惕地看着那几只苍蝇,以防它们攻击我,可我观察之后,发现它们似乎在向我表示臣服,搓手。 我试探性地朝它们发出了一个指令,只见那两只苍蝇收到我的指令后,乖乖地搓起了手,把头拧下来搓。 我知道苍蝇喜欢搓手,担心它们未必是听了我的指令,所以我又向这两只苍蝇发出了一条指令,然而它们依旧乖乖照做,这是我才知道,我能够控制所有的苍蝇。 这样一来,我就成了地球的苍蝇之王,在后来我发现,惊喜远不止于此,我除了能控制其他所有苍蝇的意识,我还能通过它们的复眼,接收图像和声音信息。 也就是说,地球上任意一只苍蝇都成了我的眼线和耳线,它们将变成我的一个个无线摄像头,理论上,只要我愿意,我能知道地球上的任何信息,搞清楚我变异的来龙去脉,以及我所掌握的技能之后,我激动不已。 现在,我最想做的,就是去找狐林和李婷婷报仇,我向十万只苍蝇大军发布了我的第一条号令,让他们全程寻找狐林和李婷婷的下落。 几个小时后,我的苍蝇间谍们就给我传来了喜报,在郊区的一家度假酒店,我的苍蝇间谍发现了那对狗男女。 可能这对狗男女,害怕我再次找到他们,才跑那么远的,知道了这对狗男女的下落之后,我第一时间飞复现场,我趴在房间的吊顶之上,看着这对狗男女行苟且之事。 这时,我瞧见了地板上散落的我埋给李婷婷的性感内裤,一股无名的怒火,再次我从我心头升起。 我再次对折服于酒店外围四周的苍蝇大军发布命令,我让一万只苍蝇去附近的树上找毛辣子毛毛虫,然后收集它们身上的毒液,这种毒液,人体一旦沾上,皮肤就会严重过敏,轻着皮肤造痒。 严重的会大面积起疹子,不一会,我的苍蝇大军就给我收集来了足够的毛辣子毒液,我命令三只苍蝇携带这些毒液,悄悄涂抹到李婷婷和胡林的裤衩子上。 之后,我又命令两只体型偏小的磁苍蝇,躲藏在李婷婷和胡林的裤衩子缝隙里,等李婷婷和胡林穿上裤衩子后,悄悄钻进两人的身体里铲区。 这时,胡林发出啊啊的冲刺声,我听得不耐烦,立马安排一只苍蝇死士趁胡胖子张嘴大喊的时候,钻进他的喉咙里面去,我的苍蝇死士按照我的命令。 直直地飞进了胡胖子大喊大叫的嘴里,然后被胡胖子急促地呼吸,直接给吸进了气管子里,上一秒还在冲刺的胡胖子,直接从李婷婷身上翻了下去,只见胡胖子双手卡住喉咙,相当痛苦。 我眼睁睁看着胡胖子脸一点点变绿,李婷婷眼见事情严重,赶忙穿了衣服,拨打了急救电话。 可刚穿上衣服的李婷婷,就感觉身体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痒。 我知道,是李婷婷裤衩子上的毛辣子毒液起了作用,李婷婷直接疼痒地在地上打起了滚,等120来的时候。 发现胡胖子因窒息,已经没了呼吸。 急救医生报了警,李婷婷则痛不欲生地继续在地上打滚,我叹了口气,飞离了现场,很快,警察便找到了我。 如我所料,李婷婷把我供了出来,他怀疑是我在搞鬼,警察从李婷婷和胡胖子的内衣里提取到了毛辣子毒液,并将我立位了第一线一人。 可是终究因为没有实证,我被解除了嫌疑。 胡胖子事件报告显示,他是死于极度兴奋状态下的吸入性窒息,严格说来。 对于胡胖子的死,李婷婷也是有责任的,因为是他让胡胖子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之下,因为胡胖子的死。 让李婷婷和胡林的丑事闹得人尽皆知,胡胖子的家人将胡胖子的死归咎于李婷婷身上,对其恨之入骨,光他们就够收拾李婷婷的了。 这叫贱人自有天收,后来我得知,李婷婷因下面严重细菌感染,切了子宫,在胡胖子家人的不断骚扰和辱骂下,李婷婷得了严重的抑郁症,目前精神已经失常了。 经过李婷婷这件事情之后,我对女人也彻底失去了兴趣,自从变成超级苍蝇王之后,我就以苍蝇侠自居,一有空我就飞出去行侠仗义,承恶扬善,截贫继父成了我的专职工作。 当然,我的志向远不止于此,我是个心系国家和人民的热心肠,除了帮助人民之外,我还守护华夏,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英雄苍蝇侠。